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10岁无故男孩遭到失业男子随意的图示 他被逮捕时竟然说了反正不会有事 杀人不会判死 这个社会重大事件 你听完只会有两种反应 不是愤怒就是痛哭 他夺走男孩的幸福是残酷还是有苦说不出 我仔细将这个事件研读 发现其中的谬误 今天我们要讲的事件就是 曾文青 随机杀人事件 欢迎回到预测档 我是DK 这次要告诉你的是非常沉重的议题 放言忘去 绝对不会有YouTuber去讲 因为实在太令人伤痛了 影片参考当时的报纸 自由时报、中国时报、联合报 以及多年来的判决书 并且参加了我个人的主观意见 请你独立思考神圣判断 照例我们先来讲事发经过 事件发生于2012年 就读台南日新国小的方姓男童 贴心孝顺是家人对他的评语 待人和善是师长对他的印象 男孩的父母离异 周一到周五 他跟做出工的爸爸住在一起 每逢周五晚间 妈妈会接回男孩 跟他一同度过周末 家境虽然不富裕 但是其中也有属于男孩的小缺心 他平时喜欢在假日 经过大人允许去打电动游戏 爱打电动本身不是坏事 现在我们都知道电竞也可以是一门专业 不要过度沉溺其中就可以了 虽然只有10岁 但他懂得那年分寸 电动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抑制身心的一个兴趣 就在11月30日那天 是星期五 于是毫不留情的戏绢而来 妈妈因此决定 延后到星期六再去接男孩回来 到了12月1日 台南市仍然笼罩在冷雨之中 男孩知道这一天妈妈会来接他 于是就一如往常 到汤姆熊欢乐世界消磨时间 这间汤姆熊就位于日清国小的邪对面 两栋建筑物中间只隔了一座天桥 目前天桥一定在2016年拆除 而在游乐场的室内区分为 适合儿童玩的娱乐性电玩 以及成人的赌博性电玩 假日上午8点到晚上10点 儿童都可以自由出入普遍级的电玩区域 男孩于是就认真地打着机台 这边是要强调电玩业者 与男孩家长并没有违反任何的法令 请不要扣帽子给他们 男孩玩的性质正高昂的时候 一名叫做曾文清的男子 身形壮硕 走进了汤姆熊内 初光眼镜底下双眼 不断地在店内来回扫荡 不知道他想要寻找什么 随后他似乎锁定了目标 曾文清先向一名11岁理性男童攀谈 要求理性男童跟着他走 但是他言辞拙劣神色怪异 理性男孩并不买帐 就继续打着电动 换个角度想 理性男童凭着直觉 幸运地躲过了曾文清的甜蜜陷阱 这个时候曾文清重新调整一下态度 他提高音量 让自己的声音不要那么低沉 随后再度转向方性男孩 他详称我刚刚在厕所看到不知道是谁 掉了几张三国战绩的除之卡在地上 要不要一起进去看看 尽管男孩有着警觉心 不知道这位体型比他大好几倍大数 心里在大什么主意 但是在汤姆熊是他的主场 他来过数十次 其实是厕所也是熟悉的空间 认为只是看一下曾文清嘴里所说的除之卡 应该很快就可以回到机台 继续打电动吧 于是就跟着曾文清走进了厕所 却再也没有走出来 上午九点半 一名张姓清洁妇人照例清理厕所的时候 发觉南侧的最内间 厕所里面的门是开开的 地面则渗出暗色议题 他好奇地走进了一看 这一看 吓着他丢下了手中的拖把 连滚带爬地逃离了厕所 上级不接下气地向游乐场报告所见的景象 警方不到一刻 便抵达了汤姆熊 随即封锁现场 究竟清洁妇人看到了什么呢 初步勘验南童倒卧在冰冷地板 他的颈部遭到工具割断 让人怎样也无法忽视 脖子上那一道深达三公分 长五公分宽四公分的巨大伤口 手段极为冷血残忍 奇怪的是 当天虽然下着冷雨 但游乐场内还有客人 却没有人察觉男孩状况 可以显见 当时曾文青是以触步及防的力道 迅速地夺走了男孩的声音 消防局的新分队试行消防员 他不是菜鸟 从事救护专业十多年 经过许多的大场面 但是就连训练有数的他 看到男孩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都还睁着眼的样貌 都不禁惊呼一声 太残忍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莲姐 这里是VS Media 想让更多人看到你吗 欢迎赶快来投稿哦 一旁的如性替代一男 仅剩两个月就要退伍 却在这时候接到出勤任务 他更是感到双腿 微微发软 可见其现场的害人程度 到底是谁会对食射男孩 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案子本身一点也不曲折 曾文青放在了身影 全被店内的监视器给捕捉下来 检方立刻就锁定他是嫌疑人 他们先到曾文青的租屋处 却铺了个空 在根据路口监视器的画面 得知他骑乘机车的车牌号码 报案人员认为有必要 地毯是清查曾文青租屋处 方圆五公里内 所有的网咖语电玩场所 幸运的是 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在接近下午六点 远景在台南市北区 北海餐饮娱乐大楼赫然发现 曾文青的机车就停在楼下 那是一栋复合式的游乐场所 集合了餐饮掉下KTV 网咖等等的各项娱乐机能 此时的团团警力包围大楼 恐怕连一只蚊子都飞不出去 同一天晚上6点26分 刑警当场逮捕藏匿的曾文青 并查获他作案工具 就一直放在他的口袋里 他的穿着跟在汤姆球放案时一模一样 显见他没有费尽心思在躲避警方 事实上他的确没有在想怎么跑路 被逮捕当下 曾文青是不知所措的 他想的是 接下来要如何自我理事 还是要继续杀人 入网以后 曾文青的公词在台湾社会 引起喧烂大波 他说上网查过 夺走他人气息 不会被判急刑 因为失业 想要吃免费的饶饭 所以下手 这样的发言 在暴章媒体看出以后 许多民众愤恨不平 一个无辜南海没有未来 而夺走这一切的人 却口出狂傲之欲 多数人认为 曾文青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甚至做出妄恶不设的行为 是基于两个应该被责怪的对象 第一个恐龙法官 大家无法理解 为什么做出极端行为的人 不用偿命 第二废死团体 因为就是他们主张 所以才造就类似的案件 当然这个议题 各有各的自知者 由于双方的主张 像是两条平行线 不可能会有交集 我相信观看这部影片的你 也有属于你觉得怎样 才会对社会最好的看法 因此我们没办法代替你来发言 不过关于曾文青事件 我想指出另外一种 多数人没有注意到的可能性 那就是曾文青其实是想要自我离世的 因为他没有勇气执行 所以才希望借由国家帮他动手 才做出了这么可怕的罪行 至于落网以后 为什么故意说 反正不会被判疾刑 可以免费吃饶饭这句话呢 就是想要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之人 期盼法官会着重量刑 达到被判疾刑的目的 依据最高法院判决 曾文青犯案当下是没有性质缺陷的 而是知道动机计划过程细节 所以他是十分清楚自己做这个行为的动机的 不过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要拖一个无辜难同下水呢 数字白点 你想离开就自己去离开 这个是我想不通的 不过这个世界上有许多随机行为案例 他们常常是抱着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心态去放案的 所以恐怕我们也难以得知真正的答案 再来说到 曾文青为什么一心求离开世界呢 根据他的就诊记录 他常年饱受忧郁症 睡眠障碍 社交恐惧症 焦虑状态等等的症状之苦 经常就医 重复拿药 有药物滥用的倾向 他活得痛苦不堪 而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发生在2012年的7月 那一年 曾文青与他交往7年的女友分手 因而辞职 想要再度回到职场工作的时候 却找不到工作 根据二神判决书指出 他学习经验受限 缺乏处理人际关系的交流能力 没有朋友 倾向采取僵化思考的简单方式 看待世界 思考身受度不像一般成人 加上惯性脱臼 天天睡不着 身体健康恶化 逐渐认为生活是没有乐趣的 存在感低落 于是他就使用网络 查询自我理事的方式 他总共试过4次 但是每一次都在行为前一刻缩手 最终造就了他极端偏差的想法 想做出常人无法想象的行为 借由国家之手来达到理事 于是造成出了 曾文青随机事件 现在我们看待这个事件的角度 相信有比较立体一点 一边是无故男孩 家境亲寒 但他努力上进 他只是想在假日 等他妈妈来接他的时候 打一下三国战绩而已 另一边则是因为种种因素 造成偏差想法的曾文青 再次强调 他并不是媒体一开始所报道的 只是想吃免费饶饭而做出行为 因为他自己就有说过 想吃饶饭我可以去偷窃 我是因为想要离世才做出行为的 不过其实也不能怪媒体的报道 因为曾文青遭到逮捕以后 办案人员与检察官每次问到他的动机 他都是说要吃免费饶饭的 一直到2013年6月12日的鉴定 他才说出真正的想法 我没想过要吃免费饶饭 我是因为想要离世才做出行为 之前说的是要骗法官 因为说的越可恶 就越容易被判急刑 而最终判决 法院做出了似乎不符合任何人期望的一个结果 无奇徒刑定言 这打枪了一心求离世的曾文青 而男孩的姑姑情绪愤恨 只说司法已经不值得期待 多数的民众 由于曾文青一开始的偏激言论 认为这样的判决 以为真的是顺着曾文青的意愿 让他吃到了一辈子的饶饭 最痛心的还是芳心的男孩 他年纪就停在了10岁 失去了无限可能性的未来 对于这个判决 他根本无法发表任何的意见 很抱歉跟大家讲了这么沉重的案子 你对这个事件的想法是什么 底下留言 我是DK 我们下次见 拜拜